下一個想 謝謝 這都粉絲的呼喊 下一個想挑戰什麼類型的角色 有沒有 要不要跟陳建斌老師演一回父子 誰是爸 不是那個 那個 你看陳老師 小子長大了 我覺得可以 就是 打你不笑的人 好 謝謝蕾蕾 然後先關注吳蕾的這個角色 然後期待他更好的表現 更優異的表現 給周明老師發微信 因為我特別害怕 就特別緊張 我不知道 我的 一切是否能讓老師滿意 我稍微察覺 後來是怎麼就決定 還是要請老師來呢 這位老師會去看 還不如我 讓這一刻來得早一點 好 周老師 這位老師特別的開心 然後看到蕾蕾身上的這個 電影的過程中 就是有沒有覺得 如果不慎進入了傳銷組織 應該怎麼自救 這個方法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嗎 首先我覺得 從預防角度來講 就盡量不要進入傳銷組織 就是我們 提高反傳銷的意識 如果你真的不小心進入了 就據 導演跟我講 據我的了解 傳銷組織也有分 控制人身自由和不控制人身自由 不控制的快跑朋友 如果是控制的 那就只有想辦法了 假裝屈服放鬆大家的戒備 就跟慕蓮一樣 潛入到那個組織裡 先假裝認同他們 然後再尋找一切機會 找到警察叔叔 撥打腰理 找到任何的就是執法人員 都會成功的去解救自己 最後好像感覺有一點變動 你是覺得 他現在是可以當慕蓮的爸爸了嗎 你看電影裡面那個 第一個傳銷裡面那個老闆 也說我可以當你爸爸 然後琴琴姐也要給我找爸爸 慕蓮到最後看開了 誰都可以是我爸爸 只要我媽開心 我媽開心比較重要 謝謝你 謝謝你 謝謝我們再來一位 這個粉絲的呼喊 下一個想挑戰什麼類型的角色 有沒有 要不要跟陳建斌老師演一位父子 誰是吧 不是那個 你看陳老師 小子長大了 我覺得可以 就是 打你不笑的 對對對 好 謝謝蕾蕾 然後 謝謝 謝謝 還沒挺好吃的 因為要扮演不同的這個 狀態 你們會覺得跳戲嗎 還挺有意思 跳進跳出 因為只有我們倆知道 我只有我們倆知道 他是在跟我開玩笑 還是在 在在在那個戲裡 然後那個感覺 那個那個戲的感覺 就是又在戲外邊 又在又在規定情境 就是有可能 兩個演員 就是就是 就是沒有這種關係的演員 可能還到不了那種 那種地步 明白 就是因為我們是這種關係 對 然後你就會知道 他說什麼哦 一下你就明白了 就比如說 我們拍的那個約會那場 對是非常感感感染人 陳老師你說一下 這個神明在哪 是 是我覺得 我覺得他其實才有一種 好 對 而且老千還是很弱 哎呀 是 然後呢 好不容易找到一個什麼呢 又他又被轟走 所以呢 我覺得 因為地球 對沒有他們家 多可憐啊 茶山 雖然住著那麼大個別墅 連個房間 都不能給五太花 沒有 其實就是老千在畫大筆 哈哈哈哈 講那麼慢 抑鬱到心上 火星上住 怎麼可能在 趴大餅 真的是大餅男 旁邊的房子都不給一間 還要去火星 就那麼大一間宅子 嗯 哎呀 隨便給一間就行了 對吧 生活那麼像嗎 我覺得挺像 挺像 哈哈哈哈 原來見的出現是這個樣子 怎麼可能 我覺得 我覺得是這樣 我覺得在這個告你上 就是說不是我 我認為就是在國產電影裡頭 我覺得就像看到的橋下面的那段 吳磊和蔣老師之間的這種 這種激情動發的那種表演 嗯 我覺得在國產電影裡 也都是非常罕見的 嗯 你就很難相信 就是說 我們會在螢幕上 用這種方式來表達 然後母子之間的 他們之間的 就是已經失蹤了父親 過了一個失蹤障 然後為了我 也就是為了兒子 犧牲了自己很多的人生和青春 嗯 他現在想要有自己的事業 他想要建立自己的生活 他想要 為自己而活 其實這個事情是 太正確了 是正確的 是作為兒子應該支持他的 嗯 但千不該萬不該 他 他選的這條路是傳銷 嗯 就作為兒子來說很糾結 他不知道是否應該叫醒母親 而且 母親也說了 說我就是拿錢買樂子 我也開心 我樂意 對 講出這些話的時候 作為兒子來說已經就是已經 無計可施了 他已經不知道該 該怎麼去叫醒母親 母親就已經 因為我們很難叫醒一個方睡的人 嗯 所以那個時候就是 情緒很複雜 我們很難叫醒一個狀 嗯 當然這個電影中它也有一些 讓我感覺到非常耳目於心的地方 它是個反傳校的電影 我想著它應該是 嗯 嗯 一開始可能就比較激烈 但其實它前半段和後半段 有一種 可能因為我是外行人 沒有雲三位主 那前面拍了很多茶山 啊 蒼翠玉滴 然後呢春 春天的這個雲霧繞 到了結尾呢 又是那個 好像我不知道那叫什麼手法 一個老虎 然後好像有一種 人就穿越了一半的感覺 就是這種藝術設計裡頭 您當時在拍的過程中 我覺得導演想要表達什麼 嗯 因為我不是特別專業 你專業這個這個這個不用專業 你不用專業 就你就接受到什麼 就是什麼 你看到眼 就這個沒有 我就我就覺得導演也會說 把一種所謂的那種 呃平靜啊祥和呀看似 看似我們母子公平浪靜啊 過得很很好啊 就是把這種東西其實 其實撕碎了給你看 往往把你認為那個那個美好 所謂的那個假象 就中間就是傳向那個部分 就是我們把它撕碎了看 每個人都撕碎了看 剖析你 對 然後就是說 母親需要得到什麼 兒子需要做到什麼 他們他們為什麼在 在這樣的生活 他們不滿足 為什麼他們會困惑 為什麼他們會不滿 嗯 不滿足現在生活 嗯 對 所以其實聊到這裡啊 這個電影還是合適 我們剛才說了 比如說 呃 你應該去關注你父母的情感 和內心的這種感受 因為他們很少被給予機會去表達 也很少人去關注 我覺得這個電影看過 也會讓很多家長和自己的孩子之間 更合得達成一支 嗯 就是 剛剛講老師提到的 這個劇中 你理解到什麼程度 就是你對這個電影的收穫 那個電影中 吳磊所扮演的角色 跟講老師的角色 前面倒是其實看起來 他們倆好像相處得挺好的 挺好的 沒有太大的矛盾 但是演到後面 你才發現 原來這個矛盾由來已久啊 而且它已經到這麼嚴重的程度了 但是生活中好像我們是沒有發現的 是 有時候你相處 你發現爸媽跟孩子之間總是半輩子 總是吵架 嗯 想通一啥 很小的事情 小事情裡頭可能有 對對對 我就覺得說人 就像我們常說的那個 人現在的行為是受到往事的重壓 我覺得